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是新明市前档普镇的马家套村 村子不大 但是呢有一个特点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瑜伽乐 而且这儿的瑜伽乐啊 几乎每一家都有几道有关于荷花的特色菜 这个荷花做成菜能是什么样呢 跟上我的脚步 咱们一起去看看 马大军是新明市前档普镇马家套村人 他和妻子张书彦一起经营着一家瑜伽乐 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一大早马大军要到珍珠湖里采收食材 早上采的食材啊都比较吸引起 跟着马大军的船伸入河塘 珍珠湖的样貌一点点显露出来 翠鸟翱翔避水蓝天 让人错以为身在某个江南水乡 再往里走 荷花映日 荷香扑鼻 美丽的荷花海近在眼前 这个时候留在家的张书彦也没闲着 他正抓紧准备副食配料 因为一场厨艺大赛即将来临 你看这么多奖牌 这还有沈阳市行业技艺大赛金招牌 这个张大姐做菜肯定错不了 张大姐 哇 哎呀您都忙着呢 今天有游客 然后还有咱们前大伙阵不是参加 荷花牙比赛吗 今天有比赛 对呀 然后就做准备工作呢 哇太巧了 那您今天准备都做哪些拿手菜 今天准备了三道菜 这次比赛是新民市举办的荷花节的活动之一 参赛者都是前党普镇开瑜伽乐的村民 所有人做的菜都是自己设计 而且要跟荷花有关 我看咱们这一片街啊 好多都是有关于这个荷花菜的这个农家乐 咱们就是靠着珍珠湖 每年这个季节的话 咱们都利用荷花来荷叶来 然后做这个荷花美食 哦 就是把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 咱都给它利用起来了 嗯 对 珍珠湖水面面积有三万多亩 里面的荷花由来已久 又是野生自由生长的 年年盛夏都吸引了无数游人的到来 马家套村离珍珠湖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此时张书彦派给马大军的任务已经完成 新鲜的食材成功收获 花瓣可以油炸 煎饺可以清炒 煎饺长大以后就变成了荷叶 又能晒干泡茶 莲子和藕牙子生吃 清炒均可 就连花蕊都能泡水喝 而且还是一味中药 总的来说 荷花就是个大宝贝 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能食用 马大军带着荷花一回到家 女儿马英秀 母亲高翠芬也都加入进来 一家人全力以赴 赶在评委到来之前做好所有的荷花菜 这看起来好嫩呢 这个就是头三天出来的小荷煎煎饺饺吗 小荷采漏煎煎饺 对呀 就是得头三天的荷叶我们采摘下来能吃 对对对 咱们村是怎么想起来要吃这个荷叶跟荷花的呢 这个荷叶最刚开始就是我家想起来做的 我会觉得是质疑的荷叶 和平均地儿